好的欢迎回来 今天是由SAKO来对上炳爷 就SAKO这个春莉在SFR上面给我留下的极其深刻的影响 就他打JP的时候JP完全没有办法发播这件事情 已经超出了我对这个游戏的认知了好吧 那今天是来对上炳爷 依旧是一个手长脚长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春莉这个角色的一个潜力还是非常强的 因为在实际对战了几次体验之后 我发现春莉在属于这种技巧和速度型的角色里面 他的火力非常高 很容易爆出很高的伤害的 而且还有一点特别牛逼 就是JP里面春莉他的招式特别的多 关键是每一招都具有一个很高的实用度 所以这个角色他其实作为一个长期开发的角度来讲 也是很有潜力的一个角色 好吧上来第一灯这边是炳爷已经拿下了 接下来就从第二灯开始 这春莉打瑜伽的局如果是放在JP的话是春莉大不利 春莉以前没有什么突进的能力 要想打瑜伽的话会非常的费劲 但是现在不一样 人人都有突进 对吧 只要有斗气你愿意跟瑜伽拼一场 那瑜伽未必能遭得住 好了这边跳入成功 下种角确认一套两段 这边打完以后还有个鸭气身 假装安全跳 实际上是个头则 这一发却反抗了头 打的有点痛 这里落地又被抓 没了 并也 被一波直接抬走 好吧 像这一代春莉的话 他的搬运能力跟他的伤害 几乎都同时在线 虽然不是很极端 但是也属于上层非常优秀的一个角色 好了 现在来到了第三灯 两边都有一个CA满资源 那想必这一灯会打得非常快 两根资源很足 这里霸山被防 滑波过来 下段下段 哎 那行云流水接个中段 好差后 春莉这一代的行云流水真的很猛 我觉得 还假动作骗一下 给你一种转身要出中段的感觉 SAKO是有研究过的呀 这个行云流水到底该怎么用 对吧 值得参考 现在两边都 血量差不多 看这个CA一直没有找机会能够丢出来 三个这边利用自己的一个驾招 先回一下自己的斗气 差不多了 有三格了 有三格就意味着可以做一次取消 一次取消就可以带入了 先一个投 投完以后 绿虫 轻空气点 这边不敢动 肯定不敢动 来了 ODI的百列魔角 那这边是可以做一个斩杀的 选择带两次 咋口秀连段了呀 这里肯定了 咋口表示 作为神之手 不把自己的连段秀一下 那是肯定不能接受的 好了 到了调节 丙烟这里上来 先来一个OD喷火 要主打一个进攻了 呃 拼到一个杏杀 算了 空中喷火 好 这对手的发波刚好消失 丙烟的进攻节奏来了 但是刚打了没多久 全力非常霸道的这个战亲手 本身速度快的同时判定又好 很容易把对手的一个进攻给截停掉的 你只能压得很死 你不能放针 这里选择一个投则 丙烟接下来怎么来做 直接选择滑铲过去 对不起被凹了 看着你的绿冲过来的话 我也会比较乐意去凹这一下 基本上绿冲过来的瑜伽 速度都比较慢的 他想要压 那你可以用生龙锤刃脚 但问题也会来 就是你生龙打完以后 你的斗气回不上来 萨克特兵应该要找机会架一下招的 诶 这里很关键 架到一发两发 在这边斗气的话 还是只有一格 选择绿冲被截的话 这一等没了 他能够做进攻的情况下 至少手上得有三格以上的斗气 这样的进攻会比较顺畅 否则的话 对手这边主动权会比较大 好了 现在到了第二等 上来就一个划铲 偷重 再踩中一个脚趾 一波进攻 打过去做一个推板 诶 这把自己绕进去了 丙烟这失去理智了 想要偷一个逆向吗 这逆向没有绕好 然后把自己关进去 我觉得这一等的话 恐怕有点危险 硬抓脚 然后再择一个中段 要死 这东西很强势 终于找到一个智慧 反投回来 中拳先磨 中脚 然后被架 三国那边又要慢慢逼近了 不知道他下一步 会有什么神奇的动作 然后他一架下短没中 手上有一个CA在 可以直接收掉饼 但是他应该会留到下一等 最多最多也就用一个气功掌 这里跳入 完了以后 清空之打破防 但是不想接 那应该是要留气了 OD的百类想摸个奖 看看能不能取杀和封一杀 啊啊啊 全部架完了 这下丙爷心态有点炸 被对手架了这么多 一下子斗气全回上来了 本来是想要磨掉对手的斗气 进行斩杀了 现在前前被抓了 看一下萨克那边 木交资源的情况下 带走 可以 其实他已经有机会 可以斩掉丙爷的情况下 他还是留气了 一定要留 这个游戏如果说水平 在比较接近的情况下 你到第三阵 你没气 对手有个满气的话 你等于开局半管血的劣势 这不能接受 而且你要落后两个斗气的资源 这个都要算进去 所以街霸6 对于资源的管理 属于一等一的中 呃呃呃呃 这一直都放的有点直白了 给斗饼爷的反应空间太大了 再给上一发SA1 他准备拆开来打散装的了 这个散装也可以 毕竟瑜伽散装的话伤害效率会更高 这边驾到一发 撒口那边把所有的资源交完 但是没能破丙烈的防 而且呢 丙烈那边斗气还剩这么一格 这一灯的话应该是没智慧了呀 再吐个火球过来 你扛不住啊 就现在这个游戏 无论是打JP还是打瑜伽 斗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否则你就会进不了神 好了现在来到第三局 欧迪发波想抢一下节奏 两边互换一下资源 谁没占到什么特别大的便宜 但比也这边吊血好像有点多 绿冲过来划铲偷针 这让我想起了街霸五 街霸五是不需要交绿冲去偷针的 只要投中就可以直接偷 色隆接上 然后再来选择一个投则没中 发波跟着波往前了 选择一个跳落 这一下距离稍微差那么一点 现在比也这边手上斗气领先超级多 看一下撒口有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把自己的斗气给试毁了 啊哈 选择交了一发圣龙来截对手的一个传措 然后中断命中 借攻击戳 然后再一个绿冲取消 直接斩了 也不需要再考虑什么回斗气的事情 一旦能够命中的话 那就向系统再借两个气 对吧 反正 无论你剩多少气 只要你还有 你就可以做绿冲的取消 属于借带行为 倒到身后 哦 这一下想投 然后撒口第一时间用阴抓脚来对策对手的一个投 我只能说这个临场反应是真的有点快 他都不带响的 本能就出去了 很猛 哇好架 这边绿冲 确反 应该是不准备打满的 先让对手站在看看能不能吃一些修正 还就吃到了 那丙丽这边怎么说 斗气上是有的 但是撒口不让你活 这灯好像有点快 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这边只剩最后一丝血了 这丝血的话撤离不慌了 在板中戳一戳自己的中拳 想用霸山去打一个竞争 没机会 现在丙丽这边就没什么很好的办法 就对手基本没斗气的情况下 你瑜伽也不具备一个直接压过去的资格 对吧 直接蹦上墙 有烦的可能性吗 下段再放倒往后一拉 那不就没个假招 现在其实还是有点慌的 对手卡在这个位置 不知道蹦什么时候会来 而且丙业手上是有一个CA的 摸到一下的话是有翻盘的机会 只不过翻到盘的话 下一灯会很难打 呃 有 这里命中了 然后再给上一发CA 刚好 说什么来什么 下一灯的话其实也就落后一格 问题不大 因为我发现 撒库这边也是浇了气 结果没斩掉 这个游戏就是这样 你只要有斗气在 你就有翻盘的失望 你要是没斗气 那就不存在翻盘的失望 对手过来跟你硬搞两下 你也没了 但你只有一丝血 你有大量的斗气 你依旧会很有斗志 开场一个OD的喷火 划铲 这里还可以再压一个起身 得再厂 纯粹这边前跳跑了 架头 哇 这金房架到以后 没有第一时间还过去 哎来了呀 这行云流水 你总是觉得那个动作是个败招 啊 然后你就会抢 你一抢就会被后面的行云流水 派身打中 这东西就蛮过分的 到身后 阴阴爪角又来 我觉得撒库这边是一个固定对策 看到对手闪 我马上就用阴爪角踩你的头 当场表演一个爆头 现在撒库这边 有一个斗志 应该是要冲的 啊 扎到对手一个落地 投则 还有斗志 做一个取消 再投一个 那接下来怎么办 距离拉开就是一个笨果 不其然 中全 啊 所以不打算取消一个SAR 还是说 这个不能连 嗯嗯嗯 磨死了 好吧 别刚才其实笨重的话 裸交一个SAR 我感觉机会也会比较大的 看他没这么做 来吧 新的一局 一脚踩中 清空之点完以后 再做一个绿穹取消 做推板 好 划铲破了对手的一个发神 这一波来到一个长脚 平野这边一直打在对手的架招上面 打的打的 撒扣的气满了 应该是要准备发起下一轮进攻 中全命中 下中了 直接做一个取消 下段又中 追过去压起身 中全一推 然后取消 再来 架招 漂亮 利用自己的一个不利针 然后第一时间按下自己的一个架招 精准防住以后 反手再一套送进墙料 这一套一气合成 故意卖一个破绽给你 但实际上 就是等到后手的这个架招了 现在炳烨命悬一线 撒扣那边进攻也变得很小心 不打算一口气冲太猛 慢慢来 看看炳烨会不会选择飘起来 还想等炳烨飘一下 然后再做动作 没有了 炳烨这边先拿到一个机会 然后选择带上了SA 游戏结束 来到第二灯 炳烨最后不敢冲了 想了想 考虑了一下 看看炳烨这边会不会跳 或者是飘起来去绕一下逆向 是吧 因为那种距离下 如果冲的太急的话 瑜伽这边绕一个逆向 就会放走他的 所以他想要关的死一点 看看对手绕不绕 绕了就抓 很可惜没等到这个机会 炳烨也忍住了 这里重拳摸到一个脚 然后马上取消封一扇 看一下后手有什么套路 应该还是要打一个安全跳的压制的 这边落地以后直接戳 应该这边也没架中 要是非常的难动 哦 干啥 绿冲 缺反 啊 这里 虽然失误了 但问题也不大 他应该是想要打一个 清拳接下重拳的连段的 但失误了 他可总想整点不一样 你说实惠简单一点吧 绿冲中拳摁一下 然后这里取消一个必杀 这也就完事了 没有什么花头 好了 现在到了第三灯 想要加 没加中 兵野这边先出手了 没打中 然后这边空中再补一个火 又被跳入对侧了 这一手 空中吐火完了以后 每次杀科都能很精准的卡到这个时机点 然后前跳以后一发中角 到了一个墙角位 然后又是一个假动作 先骗一下 想给对手一种 我要出中段的错觉 但实际上又是一个下短 但兵野不吃这一套 好像两次都没有搞到 先头到一发 清攻之 想要来一手行云流水的取消 结果被兵野抢中了 你还在那边取消什么 撕我一发C 很多时候你面对一些花里胡哨的词尤其是那种假动作的东西最有效的防守往往就是抢一个清攻之 不要想太多对吧 你看的越认真你死的越快我跟你说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什么都不要想 相信自己的直觉 用清攻之按出去 按到了你就有了 这划铲过波 然后一口火吐好 哎大伤害 这个能真的能叫大伤害吧 瑜伽这一代的话 伤害不是很高啊 伤害的构成主要还是零零散散的 靠一切SA来爆一个伤害 其余时间就只能打个两三千 比较惨淡啊 这一代瑜伽不像以前 能够随时随地爆出一套大的 这里摸将摸中了 好的 下中拳后手接上一套星云流水 选择一个头则 完了以后 卡在这个位置想要摸一下瑜伽的抢招 村里这个后中拳一向就是卡在板边摸对手抢招的 对手一抢就喷一下 一个康 现在最后一下被秉爷抓到一个头 那秉爷这边先一步来到自己的一个赛点 沙口的进攻还是很花的 说真的 每次打过去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那对于防守方来说压力确实 先丢一个波 完了以后 这边考虑了一下 没冲出去 也有可能是没冲成功 啊这里 蹦空了 萨口那边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以后 马上反蹦回去 然后选择给上风一扇 还是一个安全跳下来的二则 你猜一猜 你要不要架 选择架 选择架的话至少让你架到 要是被投的话那这一下就当场暴毙了 因为斗气会被直接投空掉 这一进一出的话要整整插了两个斗气 轻攻击 戳坐 好 这边一套打完以后 又来 再猜一下 还是选择打 诶 但是这一次选择的是鹰爪脚 连续踩了三次 没想到吧 这时候就对饼也提出一个要求 这你必须得要金防成功才行 你没有金防到的话 想要去反就会有点难了 就面对安全跳 现在版本就是说最合适的解法 就是架和拆头 这两个选项 基本上可以覆盖掉安全跳后面所有的责任 可能也有可能有别的 我没考虑到的 好了回到这边 现在萨克队里开场 在赛点灯的时候先丢个半水 绿冲过来 下中拳打一个加针 往后一拉 闪开 先封一下对手前跳的路径 萨克队里面很忍得住 也没有做什么多余的动作 前跳 再抓对手的一个空中发波 哎呀 好对策 现在又来到长角了 往后退一步 中拳发波 卡在这个位置 怎么来 下中拳摸乱动 打了看 确认 直接蹦 蹦到了品爷的中角 以前这个瑜伽在板边 可以用这个中角 一直摸一直摸 就不让你过去 对吧 只要稍微拉开一点距离 感觉你就关不住它了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在任何一个范围内 你都在这个大红按钮的威慑之下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 也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 来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 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